昨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在那吃火锅的时候 一家老大就被那个菠菜给打出喉咙了 然后他爸爸就发现了之后 就用那个急救法就把他给打出来了 他发现的比较真实 因为他那个脸已经发皮子了 九岁了 就是从小到大都没发出过这种事 实际上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就特别的害怕 希望就每个人都能会这个急救法